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来说是半生 就说英语比说中国话顺利了吧 没有了 就差不多吧 所以挺有意思 你看他先是在中国养成了个生活习惯 到那边又习惯了 对 但是现在又回来是不是又不习惯了 有一些了 有很硬件的上面有点跟外国接近 所以挺高兴 也有酒吧 也有很好的餐厅 也有很多服务吧 洗衣店也有这些我们常规的这些 但是呢 也打敌也方便 不像以前都根本没有出租车嘛 那么但是呢 又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伦理观念上的不一样 伦理 我至少我是认为 你比如说 我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笑 就是说 大家好像认为成功人士吧 所谓男女都一样 成功人士呢 似乎除了自己的商业上的成功 专业上的成功 好像似乎你看包括教授都有 都有一大堆的情人啊 小蜜啊 不管他叫个什么 二奶一大堆啊 都说出一大堆来 我还甚至有一哥们笑死我了 跟我讲啊 某某某某 他就住旅馆 就是我不变说名字 反正都是一些比较成功的啊 住旅馆 我说他不能买不起房子吧 他你知道吧 住宾馆有个好处 住宾馆有人服务 住宾馆带任何人去也没人管 然后住家里很孤单 住宾馆呢 很热闹 永远有酒吧 有很多人 你不会觉得很孤单 这实际上都是现代病 就是文明发达到以后 真是他说起这事 这不是情人节吗 马先生就是成功人士 马先生这个情人节 有您什么事吗 你不要为难他 情人节没什么事 首先要回家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危险的日子 对所有的已婚人士 都是危险的日子 如果出去交代 交代不清楚 还不是就回家待着呢 然后推日广之 就前后几天都是危险的日子 没错 我跟你讲 现在2月13号 是最危险的日子 从因为现在有那个侦探公司 侦探公司发现呢 现在骤然增多 但骤然增多调查的 都不是2月14号 因为这随着咱们 现在假冒伪劣的发展呢 我发现情场上的策略都讲究了 不是 你比如像马先生这样 他明白啊 他这个情人节 他一定得回家 所以现在2月13号 是跟那个真的 真的那个情人 非法定的那个情人 约会的日子 所以现在老婆们更技高一筹 找侦探公司查 查老公都是说 2月13号晚上 他有没有去开会 一查多半都没去开会 都给逮着了 但是实际上在外国的概念 我们常常 我还发现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常常他们就是你们外国 你们外国 因为我在外国生活久 好像你们 我所谓叫你们外国 都是就是性方面非常解放 非常开放等等 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听得很好笑 我当时拍戏 当然我剧组里头有很多老外 那么也有很多中国的这个crew member 就是那个剧组成员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那财务总监外国来的 他算是在我看来小伙子 特别在这方面常念叨 又是性啊 又是这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 常常念叨 那么他就有一天跟我嘀咕 他说你们中国真是麻烦 这个找女孩子还要花钱 我当时都说 我说那你不花钱能干嘛 他就谈恋爱了 我说你又不会讲中国话 怎么谈呢 他说我们就是酒吧 什么餐厅啊 或者哪里撞上认识 我说他说 我如果性就是怎么样 喜欢就自己回 两个人就一起回 自己想办法 就是都要两厢情愿的意思 他我从来没听说过花钱 他我这辈子都没花钱买过 买仓了那意思 他我觉得我有损我的这个尊严 有损我做人的原则 然后我旁边的其他人 当然是中国的这个制作主的成员 都哈哈大笑 说真真吝啬 说这个小姐还不花钱 事件上哪有这样的事 然后呢 我呢 不知道该狗头谁 我觉得他似乎也对 这边也对 那国情不同 你像他说的这个 一个男人周边 有不止一个女人 这种情况 我估计马先生也经常听闻吧 不是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社会 特别正常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种文化 我们过去是一种纳切制 谁都知道 纳切制不是每个人都纳切 是有钱的人纳切 因为你 你让他纳他也不纳 他得一概养 养活不起呢 所以呢 他形成那种文化 就是有钱的人都是纳切制 那现在纳切制取消以后呢 那就变成了现在俗称包二奶 就本质没有改变 有钱了还是要拥有多个 对 而且它是一个成功的标志 另外一个呢 过去说 有一句土话 就是说男人不能有钱 女人不能有闲 只要是有了这两个 就容易出事 你知道吗 不过你看你们俩说 就是两种 我就再来讲西方 我要说这个了 西方 西方我所知道的 当然西方很随意 其实都没有社会任何的说法 但是我接触的很多 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吧 也有高尚人士 我不能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 这个 婚外情人 婚外情人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呢 总体说来 社会的风尚是这样的 就是说尤其是年龄悬殊很大的 对他们的压力会很大 社会不就是几乎是属于看低 如果说年龄大找年龄很轻的 是绝对看低 觉得你就是说你的能力和智力有问题 你不能够跟你的同年龄的人进行交流 就是说老男人找小女孩 或者大女人找小男人 都是有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也看不起 我们过去这个婚姻年龄差大了 很多人都在街头相遇 说的都是这事 说你好像你搞不定 年轻一下 嫁给他了 怎么的都是也说 所以说现在啊 你知道我认为是非正常时期 没错 但是非正常时期呢 可以悲观的看 悲观的看就是礼崩乐坏 道德伦丧 但是呢 也有人乐观的看 说太幸运了 生活在这个时代 干什么都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特定的环节 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干什么都行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 其实我就觉得 你甭管有钱的 成功的 有学问的 我老想看 就是我这个人评价人物啊 我有一个特别浅薄的标准 你知道吗 就看你快乐不快乐 你要快乐 我佩服你 甭管你是怎么着的 人生快乐 是吧 我同意 可是呢 我就一个个的去学习 一个个的去 当你了解深了 你发现呢 你羡慕的每一个人 都不快乐 他都不快乐 周围的人 没有一个快乐 就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这种不快乐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咱说的 你跟女人有关系 经常都是女人方面 以至于经常感受这种不快乐 我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是狂妄 也不就是说 我是将来这社会 大家重新洗牌 契约制 怎么着都行 干脆咱彻底放开 两年婚约制 你一个男的俩女的 仨女的八个男的 这符合李银河说的 那几个人 咱成人 咱自愿 然后你们有契约 那么你们就有权利和义务 法律保护你们 但是这么一想 好像也有点没谱 他从根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简单的说 谁希望我们结婚 这问题很关键 广告之后咱们说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马先生 谁希望我们结婚呢 这个 我们自己 不一定希望结婚 我们是被人暗示了以后 是知道只有结婚才能生存 所以就结婚了 结婚谁 太太可在电视机前 没关系 为了生存 我给你结的婚 对 那是这样 就是谁希望我们结婚呢 是国家希望我们结婚 国家出现以后 才有婚姻制度 国家不出现 就没有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呢 简单的说 你结婚以后 你互为国家的人质 这个国家就好治理 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简单的道理 你这说的是 法律以上的结婚 他实际一男一女 搭伙过日子这事 对 比如你这国家的人都不结婚 这国家非常难治理 现在就是 那你说现在也有国家 但是怎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不结婚 婚姻制度有多种 我们跟这就比较复杂 我们今天不去探讨这些 就我说 这个人如果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他就没有婚姻这个概念 婚姻是为国家而做出的一个贡献 是每个人为国家做出的一个贡献 这个贡献 简单的说 你要损失自己一部分 这就是婚姻中的缺陷出现 这比较深 说是比较深 但能听懂 明白 失去一部分自由 自由 对 你失去了很多 那么就是看你在你的道德伦理文化等等 主多因素的压力下 你能不能完全适应 如果你不能适应 你就非常痛苦 你能适应一部分 你就有一部分快乐 你要全能适应 你就快乐都不行 就是这样 你说女人对男人的需要呢 差不多就大伙过日子 大伙过日子 因为事实上女人要跟男人结婚 女人更需要结婚 下意识来讲 因为女人要生孩子 然后女人在体力上也弱一些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女人在社会 因为几千年的原因 女人的工作位置 通常挣的钱比男人少一些 这是普遍现象是这样 当然个体不论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女人通常愿意 有一个自己生小孩的时候 自己弱的时候 男人能帮她 就是一个帮助 这是动学的成因 对 他说的从经济学角度上讲 有一个比例分配 据说是一个家庭的资源 就经济资源 30%来自于女的 70%来自于男的是最稳固的 就这个家庭相对来说 男的挣七成的钱 对 女的挣三成的钱 比如我们家收入一万块 我挣七千 老婆挣三千 这是最好的状态 如果我挣一万 我挣一万 他不挣钱 这个就不好 不稳定 就不稳定 而且变成一种压迫 如果翻过来 挣的一样多呢 一样多 在今天的社会就不好 今天不行 因为他这个社会 今天不平等 不是绝对平等的 他就没有 他就会有点失衡 因为这是 我们当然最完美是对等 五十五十 这是最好的 这是理论上的 但因为我们 我就刚才特别讲 因为我们是受传统文化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包括就是 人类早期的时候 都是男的出去打猎 女的在家 他的分工不同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到了今天 所以他很不幸 就是要求 就是失衡的 因为我在家里 常常 有的时候也 我先生常常讲 你先生是几成 然后他总是教育我 他说 这是社会 已经是这样 你不要试图去改变社会 从他教育 你的语气可以看出来 他至少九成 他就是有权利教育你 你看 他教育我要适应社会 因为我常常会说很多 我的五五的想法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社会不是这样 这有一个例子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夫妻非常好 他挣的钱很多 他老婆挣的钱少 突然有一天 他老婆就发了一个大财 就有一个机会 挣了很多钱的时候 后来家庭就不好 最后离婚 导致离婚 就是这事 完全是社会压力造成的 但他们两个人是感觉不到 他男的就变成 他觉得他尊严在丢失 他过去的那些 习惯性的东西都没了 而他老婆呢 过去比如说 晚上他往那沙发上一坐 老婆一杯茶端上来了 后来发现他老婆 沙发上一坐 他得去沏一杯茶 但是这种变化 他不是自愿的 他或者说一开始没有感觉 时间长了有感觉的时候 他就非常痛苦 最后因为当然不简简单单 是这一件事 加上其他的事就离了 你说就没有男的挣钱少 女的挣钱多 但是这男的 不是 但是这男的还找情人的吗 有 有 也有 那还有点不要脸 是不是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他特别有意思 他那个女的是银行的 这个这个这个 某某掌 对对对 他跟我聊 说你看我 我当年我是一大学生 我能嫁给他 我们家多的阻力 他什么人呢 什么时候 最后生完孩子 两口子都挺好的人 我都认得 最后他跟我说 你说他还要有外遇 你都觉得我一切都忧郁他 他无聊 对 他觉得我一切都忧郁他 他怎么还有外遇 就是特痛苦的 你有什么脸有外遇 要有 要我有 不是 我也有一哥们 就是他也是有谈恋爱了 当然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他说 他说我生生看了这么一个好女孩 变成一个就是没法收拾 天天晚上泡夜总会 就是我就笑他 我说你太忙了呀 你太忙了 人家也是人 你他是巨富 但是你怎么着 你也没办法 因为那个是也是一个活人 他需要跟你在一起 共同娱乐 共同做很多事情 然后你老婆没空 没错 现在我跟你说 很大的问题是 我就觉得女人的需要 就是时间 对于男人来说 但男人最缺的 就是这个时间 特别是你说这三七 外边挣七成的这种 他七成的时间 得花在外头 他只有三成时间对付你 可是你是七成的 时间要求于他 但这个女人的 这种动物有关 女人这种动物 女人 咱们说的简单 算动物 女人这种动物 他对于其他人 包括男人的鉴别 是这个人对他有多好 是按时间来衡量的 这个人愿意 跟他多花时间 他就认为 所谓多花时间 也可以陪他 听他聆听 这是最好的 或者帮他解决问题 也不错 但最好是时间 就时间花的越多 他觉得越被爱的多 未必连话都可以不说 就聆听就行 也有很多男人们 有个很巨大的误差 认为说 我如果不帮他 我听他干嘛 觉得我很无能 在那里忍受 说忍受自己的无能 那男人一般都坐不住 但实际上女人 并不一定指望 男人帮他解决问题 当然能解决问题更好 还要花时间 是 你想我过去 有个女朋友 就让我在这件事情 频繁的受到刺激 因为这个男人的 这个惯性是什么呢 时间很紧 你说你又闹脾气了 或者你又有什么问题了 我这很理性的 马上就告你该怎么办 不需要 他不需要这个 我需要你听 后来我说 对我不能男子主义 我应该顺着人来 这一顺 我就发现原来是时间差 时间差 我不具有他那么多的时间 他百分之百对付我 我只能百分之十对付他 你说这怎么解决呢 这是不可调和的 时间的价值 时间实际上 是我们每个人 对自己的人生的看法 你如果不花时间给别人 甚至都不是钱 跟钱没关系 没错 因为时间是不可代替 钱可以再挣 时间是过了这一分钟 永远不再来 但是男人不这么认为 男人认为 时间跟钱有巨大的关系 就是给你时间 有钱就没了 对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当然都想自己 女的说 你确实有这种现象 就是用钱买不来 你比如说 你给女的 给女孩 你喜欢她 你给了她很多钱 干什么 她不认为 你对她有多好 但是为什么过去 有一个说 好汉无好妻 赖汉子的取花枝 就是赖汉子 人家有时间 别能腻着她 对对 往往是那种 你像当年在香港 传出一个新闻 就是包 你知道就互相包 包成一个圈了 一个大老板 包了一个女的 但是大老板 一个月就回来一趟 这个女的留下一半钱 拿另一半钱 包了一个小狼狗 会有这样的人间奇闻 这小狼狗 这小白脸 自己留下一半的钱 又包了一个 叶总会的小姐 然后有一天 这个小姐 终于撞到了 那个大老板 两个人又成奸 挺好 可以编一个电影 这是一个 这是反映一个 这个是什么贯圈 这真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诶 罗亚 你说在这个情人节的今天 你那么心知口快 你又在美国生活20年 你能接受 最简单的问题 你能接受配偶有情人吗 这是很难对付的问题 这么讲 没有一个人会说 我愿意我的情人 我的丈夫有情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个 也愿意接受这个 可是世界上没有实权实美的 我同意 我同意 那么就看你怎么看待 你需要的 你的那一半 情人也好 丈夫也好 你怎么看待他的价值 就是你 你怎么价值于他 你如果觉得 他依然对你很有价值 然后呢 他依然能满足你的需要 那么你就能接受这个 如果说你不能接受 他给予你的价值的时候 那就就不互补了吗 不互补就掰吗 就是这样 马先生 你觉得咱们男人 能管得住自己吗 我觉得当今的社会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他的诱惑和文化 都是表明 他好像 这种事 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 道德水准了 你说你有一个 过去叫什么呀 过去有一种很难听的 女的叫搞破鞋 我晓得 耍流氓 还看过那个女的 挂着一双鞋 在街上 还游行呢 今天他没有这个价值观 他这个观念完全变的 那么还有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潜在的社会原因 就是当今的男人的那个就成功的男士 越成功 压力越大 他有时候需要有一个宣泄口 释放 这个口是跟简单的说跟老婆是宣泄不出来的 对 这是个永恒的矛盾 我比你还累呢 你少跟我说 他只好找了一个就是 有文化差 有地位差 有这个年龄差的人去宣泄 他可以比较无所谓的 智商上显然差异很大 高很多 然后呢 文化上也水平上差很多 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做很多放肆的事呢 不会平积他 不会有负面的评论 对 你看我就对西方可能有误读 我感觉西方人他去讲甭管怎么着 他还是讲就男女两个能够所谓说平等的文化 平等的教育 甚至是相似的年龄 双方有共同语言所谓 但是呢 还有一种 就比如在中国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把女人做了功能性的使用 他是不得不的 你比如说 好比说年龄相差很大 他图个休息 他休息愉悦身心 但是这个女孩也可能对他很有感情 也未必就是说这样的感情 就是这样的感情也可以很美好 但是好像你要从女性主义角度讲 似乎这里边有某种 就看需要 有的男人呢 就认为这太肤浅了 我只是休息 我不够啊 我需要有共同的语言 我需要有共同的交流 我觉得那还累呢 有的人不见得 很不见得 有的就每个人嗜好不一样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的人呢 他说我已经很累了 我不想回家再说这些很具体的 很累的事 那他就会寻找一些比较简单的 所以而且口味还是随着时间的改 推移 各经常今天就跟咱们吃饭一样 今天去四川菜 明天去杭州菜 都不一样 经常自己都常常变 而且我特别觉得 在中国人的所谓爱情里头 亲情的成分特别重 因为有时候说泡妞泡成老公了 或者说混到最后自己嫁不住 说实在话 咱们平常交往是好男人呢 你知道吗 中国男人就说 我跟一个女的待久了 虽然你是婚外的情人 但是我也把你当成家人 混成家人了 所以也得照顾着 他们说有招的 有一个招的 就是送出国 从罗仲仪上讲 这个情人有时候地位比老婆还高 就是有一个通俗的话说 就是有人愿意做小 没人愿意做大 是吗 对 我怎么见着的都是要做大的 你错了 他是所谓做大的前提是 必须承认小的你才能做大 是这么回事 你得承认他的存在 你才能做大 我就是说大老婆是指的 你得骂妾以后 要不然你叫什么大老婆 有容乃大 有容 这才是大妻 是吧 有容乃大 是实不理论 就是封建迷信 所有女人角度是实不理论 对 但是呢 我认为